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下故事 一个人要是和一个成语联系起来 那要么是名垂千古,要么就一臭万年 而战国时期的赵阔就是因为纸上谈兵这则成语受尽了人们的嘲笑 但是历史有时候真的不一定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模样 当我们再来回首这场战争的时候 我们可以悲愤于四十万赵军葬身于地坑 也可以惊奇于摆起电光火石般的闪电回击 可以惊叹秦国众志成城的战斗意志 也可以哀叹赵国其差一招的功败垂成 但是对于赵阔这样一个为国家、为民族 拼光了自己最后一滴血、最后一丝力的战斗者 我们还是保持最起码的尊重和理性 赵阔是战国时期的将领 其父是赵国名将赵舍 公元前270年秦军围困赵国燕羽 赵国包括连坡在内的诸将都认为路远离强 拒绝去救援 唯独赵舍说道远狭险 辟游两属斗鱼学中将勇者胜 提出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理论 之后赵舍率军出征 发动闪电战击败秦军一举成名 他因此被封为马扶军 与连坡另向如平起平坐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让赵舍一举成名的战役 赵阔是出了力的 就是这一让让赵阔的军事能力被众人所知 赵阔身为名将之后 从小就熟读兵书 在沙盘上推演战争的能力 比欺负赵舍都要强 沙盘推演虽然不能代表全部的能力 却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军事素养 年纪轻轻就能在沙盘上 难住身经百战的赵舍 赵阔也算颇有天资了 赵阔之所以被人勿骂千年 其实与一件事有关 那就是长平之战 长平之战是中国冷兵棋史上规模最大 伤亡最惨烈的战役之一 在这场血战中 赵国45万大军全军附魔于长平 而虎狼秦军也同样付出了伤亡过半 国内为空的惨重代价 因此长平之战由血流漂如生 公元前262年 秦国攻下了韩国野王 把韩国的上党军与本土的粮系完全截断 上党军守将冯廷不愿投降于秦国 索性就近投降了赵国 赵孝成王思虑再三接受了上党的投降 当然赵国也预料到了接收上党 必然会招致秦国的报复 因此在接收上党的同时 便派连坡驻守长平防备秦国的进攻 为防备秦国进攻 连坡利用地利优势 构筑了分河空仓岭丹河三道防线 准备以役代劳 然而局势的发展却令连坡措手不及 公元前260年初 秦昭湘王命令左庶长王和率领军攻打上党 上党的百姓纷纷逃往赵国境内 赵国则派军在长平接应 4月王和向驻守长平的赵军发起了进攻 连坡迎战 长平之战正式爆发 此后三个月 连坡部下的三道防线逐一告破 眼看无法抵御秦国进攻 于是连坡命令人 沿百里石长城构筑防御攻势 率军撤入百里石长城一线 坚守不出 此后任平秦军屡次挑战 赵军始终坚守不出 长平之战开始进入对峙阶段 秦国离长平路途遥远 连坡认为秦军粮草供给困难 所以想隐医代劳拖垮秦军 却没想到秦国通过疏通渠道 可直接从水路运粮 比赵国反而更快更畅通 倒是赵国由于准备不足 开战不久便粮草匮乏陷入困境 眼看打消耗战国力就要耗不起了 赵孝成王对于连坡这种消极防守的打法极为不满 多次前使责备连坡 最后在各方推动之下 他最终决定让赵阔取代连坡 成为赵军主将 公元前260年7月 赵阔率20万大军开赴前线 秦昭乡王得知赵国换将后 暗中任命武安军白起为上将军 同样率军赶赴昌平 赵阔抵达前线之后 立即改变了军中制度和连坡的作战方针 开始为主动出击做准备 而秦军这边 白起自己隐藏在暗处 仍旧让王和顶在前面 并命令士兵加固丹河西壁垒 为赵阔布下了一个大大的圈套 赵阔以为秦军主帅仍然是王和 加上自身兵力处于绝对优势 于是主动向秦军发起了攻击 只可惜他从一开始就掉进了白起的陷阱 赵军发起攻击后 前线的秦军稍加抵抗便开始后撤 赵阔不知秦军有诈 在首战告捷的刺激下 立即挥师对秦军展开追击 一直追至经过加固的秦军壁垒前 这才停下了脚步 九宫秦军壁垒不下 赵阔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他立即打算率领军队撤退 但白起又岂会给他机会 立即派军出动 死死咬住赵军 与此同时 白起另一支2.5万人的部队 突袭赵军后方 截断赵军退路 又另一支5000人的清兵 直插赵军与己方引垒之间 将赵军主力分割为了两支孤立的部队 同时切断了赵军的粮草供应 至此赵军主力被彻底围困 由于秦军的防线 全部基于有力地形设置 赵军此时想要突围已是绝无可能 赵阔指得命令大军就地建造银垒 转入防御以待救援 秦朝向王在得知赵军主力被分割 且粮道被断后 亲自来到河内郡 对当地百姓大肆封赏 同时征调全国15岁以上青壮年 全部派往长平战场 用以增援切断赵国援军和粮道的秦军部队 从而彻底困死了赵军 公元前260年9月 赵军主力在断粮46天之后 饥饿交加的赵军 甚至已经到了互相残杀为食的地步 赵阔知道援军已经无望 如果继续坚守下去 赵军必然将要崩溃 于是值得将剩余的赵军分成四队 进行最后的突围 在轮番冲击四五四后死伤惨重 但仍然无法成功突围 于是赵阔亲率精锐部队强行突围 结果被占据有力地形的秦军乱间射死 赵国军队因主将战死而立即陷入混乱 剩余军队只得向秦军投降 据记载 赵国降军除年纪尚小的240名士兵 被放回赵国外 其余全部被坑杀 那么赵阔真的是庸才吗 其实从隐含的历史线索看 赵阔不但不是庸才 反而是连白起都佩服的战神 这一点从秦赵两军的伤亡比例就能看出来 据相关史料推算 此战秦军伤亡达25万之巨 这个伤亡主要是秦军与赵阔军队的交战过程中产生的 而赵阔的军队45万死亡人数中 有40万是被白起俘虏以后坑杀的 就是在直接的交战中产生的伤亡居然只有5万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在秦赵两军的直接战斗中 双方的交换比为5比1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被称为战国时期第一号战神的白起 在此战中与赵阔相对比 如果说赵阔是专业高手 白起简直就是只能算业余入门水平 赵阔的军事素养高出白起十倍都不止 但是长平之战最后还是以赵军的惨败而告终 但战败的责任不能推给赵阔一人 赵国战败最根本原因是赵国的国力不行 粮食接级不上 最后耗不起了 这也解释了赵王为什么执意要换下坚守不出的连坡 而派赵阔采取主动出击的战略 因为再耗下去确实是死路一条 不如主动出击搏一把 只可惜主动出击的赵阔 在战场上获得巨大胜利后被白起包围了 这时秦国恐怖的动员能力体现了出来 而赵国无论是后备兵员还是粮草接纪就都跟不上了 在粮食甚至是野菜树皮死尸都已经快吃尽时 赵阔只有亲自披挂上阵 才能将最后一点实力拼尽 给秦军以最大限度的杀伤 于是在第二天 赵阔亲自带领全军出击 并在战斗时重见身亡 剩下的赵军及战内的明夫 在主帅及其他众多战将都阵亡 且粮食也完全耗尽的情况下向秦军投降 后来白起提到长平之战时说 金秦虽破长平军 然秦族死者过半国内空 另据记载 白起在长平之战后评价赵阔 死子不死必称倾国大患 以上种种都可以看出 赵阔不仅不是个窩囊费 还很有能力 那他到底为何被人们误认为只会纸上谈兵呢 很多人认为纸上谈兵的典故 出自于司马迁的史记连颇另想如列传 但其实这是个谬误 因为纸张最早出现在西汉改进于东汉 所以不仅赵阔没见过纸 司马迁可能也没见过纸 赵阔之所以会被人嘲笑成只会纸上谈兵 主要还是因为他失败的代价太大了 你都快把赵阔打没了 不骂你几句都有点说不过去了 再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大多数人对于历史都陷入人云亦云的漩涡 就像电视剧中那些往囚犯身上扔臭鸡蛋的群众演员一样 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吗 没有 他们只是觉得别人都是这么说这么做 自己也就跟着做了 看完今天的故事 你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